美轮美奂的公园绿地让人心旷神移 但如果想要上个厕所 恐怕是不得其门而入 西屯区的温修公园 是当地居民重要的运动休闲场所 去年在民意代表的争取下 终于新建公厕 但9个月过去却还没有启用 居民看得到用不到 抱怨连连 4年前 这个住户在使用就是说 为什么都没有公园 那经过编了2000万的一个预算 结果搞了好几年 连续两三年都标不出去 我们不断的催促之后 终于在去年的3月15日正式动工 那在11月完工之后 我们要求加速勘验完成来开放使用 结果搞到现在 已经等于是完工 新建8个月 已经完工9个月 验收搞了9个月 到现在还没有完成验收起用 这样的一个行政效率 我实在是只有两个字离谱 施工单位表示 监设局认为暗途施工的通道 颇度过斗 要求改善为草皮 修改后又说公图不符 无法验收 常会让六星级的厕所沦为文字馆 议员也痛批市府的行政效率实在太差 要求建设局尽速改善 现在市政府初步是跟厂商达成9月底要完成改善开放 那我是觉得实在是这样等于是施工8个月要10个月验收才完成 所以我要求市政府就这个事情来追究行政责任 然后给我们一个交代 不能说过去就算了 是卡在哪一个部分 新政府刚上台我觉得对行政或许不熟悉 或许人事变动 可是这不能是理由 应该好好追究责任 监测局表示将顺应民意 先对公策进行分段验收 修改的部分也将在9月底前改善完成 预计10月即可启用 议员则表示市府的行政效率实在离谱 将在临时会中追究责任 记者杨初环台中采访报导